为了舒缓秀林乡亲在疫情期间经济生活上的压力 秀林乡公所1月14号在秀林乡各村发放振兴消费礼金 秀林乡长王玫瑰特别在发放的期间到现场来关心发放的情形 秀林乡公所在1月14号在各村发放消费礼金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关于振兴礼金发放的政策主要是反映民意的需求 在乡内各个民意传达的组织 如代表村长年一会 部落组长部落主席等等 人至于乡亲直接反映 因此去年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秀林乡公所为了舒解 因为疫情影响了经济生活的乡亲 在112年发放振兴消费礼金 其实我们今天发放消费礼金的目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疫情非常严重 尤其在我们秀林乡 非常多的家庭户都受到疫情的波及 生活上都非常的困顿 所以其实早在去年的6月代表会就有提出来 而且各村村长包含我们的乡亲 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在11月的定情会 我们也正式编列预算 所以就在今天 在我们秀林乡的15个地方 就发放我们的消费礼金 我想我也一直在呼吁 不管在各自部落的会议里面 或是喜宴里面 我都呼吁我们的乡亲 我们真的希望他们虽然是只有两千块 但是我觉得这两千块 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运用在生活上 或是孩子的教育上面 学院村长以及乡亲们 在14号领导消费礼金 可以说是相当的经验 这次发着真心礼金 村民非常高兴 因为现在物质通膨 让他们过个好年 但是现场的秩序都很正常 都没有什么争议 村民非常的高兴 能够拿到这个红包 带回去准备好过年 这是我儿子的 如果儿子的话应该是帮他买衣服吧 买衣服 过年前领到这一笔 觉得开不开心 当然补贴补贴是很高兴 而这次真心礼金发放总计有16900余人 金额总计3400万元 在1月14号9点到4点 在全乡有个村 15个处发放 无法当着联系者 并且在1月16号到1月18号 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可以前往修林乡 多功能聚会所领取 第29号到5月1号 请早上9点到4点 贝妥所需要的资料 前往修林乡图书馆一楼领取 必须在5月1号以前 务必前来领取 预始将丧失权益 期待真心联系 在苏杰相亲经经压力的同时 能够刺激向内的消费力 更能够提升远乡部落产业的发展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